喔喔... wou... 我們旅途近到了第三天 但今天天空不作美 所以下起雨來了 沒關係 還是先去吃早餐甜飽肚子 接下來吃日式的早餐 日式早餐當然就是吃白飯啦 要自己裝的才有味 那我們這個就是 湯豆腐啦 然後很有趣的是呢 那個醬汁啊 是跟湯豆腐加熱的 哇 好嫩喔 由於這個醬汁也是燙的 所以不會影響到這個 就是豆腐的口感非常好吃 好啦 吃完了 就是手拿相機 手拿雨傘 還有手拿洗頂箱跟包包 我們要去下一站喔 那我們接下來要體驗什麼樣的行程呢 我們要去做盒子 十周的盒子啊 被聯合國認定為是無形的文化遺產 這是上場的味道 紫王喔 我要投給 丸紫王 蔡倫 這是地下有紙 應該是小船 成就感十多喔 成就感十多喔 那我們做完紙之後呢 接下來要去下一個地方玩啦 那我們現在來到了益南廳的神文村 來吃中餐吧 那今天中午是吃自助餐 拿自己喜歡的餐具 然後選取自己要的食材就可以囉 那這家店呢 是從二十年前開始 所以是由他爸爸傳承下來的家店 這是晚上才有提供的肉啊 但老闆人很好 所以在中午的時候就給我們吃了 它牛肉啊 有嚼勁啊 完全不會老 配上它上面其實有灑一些 那種感覺是天然的鹽鹽 然後再沾上多醬 然後把那個牛肉的味道點綴得很好 很好吃耶 但是這個春天皮啊炸得非常脆 然後裡面的柚子有一點酸酸甜甜的 味道滿成熟的 是吧 接下來我們要去雪場玩雪 現在這邊的工作人員正在帶我們前往 來參觀滑雪場 對 我們現在要去滑雪橋 來體驗雪橋的快感吧 那麼稍微看一看雪場 然後玩完雪橋 接下來就下一個地方囉 我手出鍋的鞋子 雖然沒有滑到雪 但是小柯的服務滿點 那我們就是滿心的覺得窩心啊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滑雪的話 可以在這邊體驗 好了,我們下車啊 接下來要進我們笑他的飯店了 GoGoGo 今天笑他的飯店跟我們第一天住的一樣 是Dorming In 吃餅乾啊 不錯,這是我們今晚房間的入浴季 我們是老人味的檜木 我是蘋果 粉紅色,OMG 那我們現在安頓好囉 接下來要去吃晚餐啦 吃飯囉 我們要吃Shabrut Shabr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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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家店很多知名藝人買過耶 今天這家店的歷史也是滿悠久的 然後很特別的是 他在昭和28年的時候最早 其實是一個賣售標的地方 然後在昭和44年的時候 他竟然敢賣現在的效果 這個盤子好像有點屌喔 就是有種Fireside玫瑰的感覺 可是這家店因為是松江這邊的名店 所以也常常被用來就是接待客人 他這個豬肉啊非常的鮮嫩 然後完全沒有那種豬可能會有一點點的腥味 而且也不會太肥 然後另外沾上他那個胡麻醬 裡面還帶有一點點醋的酸味 所以呢吃起來又香老又酸喔 那我們現在吃飽囉 要坐計程車回去囉 期待明天更多行程到來啦 我是寶寶 我是寶寶 下次見 掰掰